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局长费雷尔在周一的每日简报会上表示 过去24个小时,洛杉矶新增239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是自3月26日公布确诊数字以来最低的单日增幅 不过死亡人数仍然高居不下,新增25人死亡 使得洛杉矶的死亡率飙升到3.4% 在新增的死亡病例中,其中11人65岁以上均有潜在的健康状况 另外有12人是41岁到65岁之间,其中11个有潜在的健康问题 另外,新增的死亡病例中33%是白人,33%是拉丁裔 18%是亚裔,14%是非裔 跟此前公布的非裔占多数有所不同 洛杉矶县约有52,000人接受了新冠测试 其中43%呈阳性 此外,在全美对抗新冠疫情的困难时期 大多民众被困在家,开车时长大幅减少 Statefarm, Geico等独家汽车保险公司均有退款政策 顾客只要打电话询问自家保险经济均可以了解详情 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Statefarm上周四表示 对客户在3月20日至5月31日期间支付的保费 给予25%的低免额 该公司将对全美4000万驾驶者金额约20亿美元 Trump Auto Insurance宣布 它将在4月和5月之间将保费降低35% 并将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给予更多折扣 Allstatefarm和Liberty Mutual两家保险公司 上周也宣布了15%的保费退款 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表示 对现在和10月间的续签保单 将给予15%的低免额 美国家庭保险公司将给每辆受保汽车50美元的退款 Farmers Insurance及其子公司 21st Century Insurance 也将给客户将4月份保费降低25% 美国空军USAA是一家专位军人及其家属服务的银行和保险公司 宣布将为4月及5月受保汽车给予20%的低免额 Progressive Insurance也将在同期给予20%的低免额 再来看看洛杉矶线这个周末增加了约1500例 让总确诊为9420例 包括320例死亡 城县一共有1277人19例死亡 和宾县一共有1619确诊病例 以及41个死亡病例 圣伯纳丁诺县有810人 25例死亡 泛都拉县则是有314人 10例死亡 而圣地雅克县有1804人 45例死亡 天下卫视将为你每日更新 共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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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次亿